导弹的时代 历史经过21世纪 兵器世界应当是导弹时代 就因为它是跨界王者 用于太空 天空 陆地 海洋 水下 无处不在 无处不有 谁掌握了导弹 谁就掌握了战争的话语权 导弹是发射后 可以修正方向的制导火箭 其原型来自于二战末尾阶段 法西斯德国研发的利益和利二火箭 多用于攻击英国首都伦敦 这两款火箭 虽然没什么准确性 推进几燃料用完 就自动落地爆炸 速度与装要量有限 但其方向还是很有创意的 二战之后 美国和苏联都极力开发火箭制导技术 中国也是一样 即使在十年动乱期间 什么项目都可以停 唯独导弹研制绝对不可以停 所以今天的世界 美国 俄罗斯 中国 这三国之间 导弹水平几乎难分伯仲 美国 由于财大气粗 实力雄厚 所以导弹种类齐全 储存量高 俄罗斯 个别技术独领风骚 比如航天火箭 连美国都去买俄罗斯的货 统装导弹的冷发射是俄罗斯的独门绝技 冰下潜射的导弹破冰而出 直刺苍穹 也是俄罗斯的看家绝活 并且在超高音速方面几乎与中国平分秋色 中国超高音速导弹和风动两方面 当人不让 遥遥领先 其他个型导弹也是应有尽有 欧洲国家独立性较差 火箭技术几乎依赖美国和俄罗斯 由于中导条约和虚减战略武器条约的影响 欧洲几乎没有战略导弹可言 仅在战术导弹方面 有所创意 行业上导弹分为若干类别和类型 按射程 进程导弹 最大射程不超过1000公里 用于近距离作战 例如防空 反坦克导弹 中程导弹 最大射程在1到3000公里之间 用于覆盖较大战斗地域 远程导弹 射程超过3到8000公里 用于国土防空和全球打击 洲际导弹 射程超过8000公里 意味着 任意地点发射 能达到地球任意目标 按性质 战略导弹 中程以上射程的导弹 打击对方综合战争能力与基础设施 比如指挥系统 武器制造和运输 军事基地等 战术导弹 短程导弹 战场支援 打击目标为敌装甲目标 炮兵阵地 导弹阵地 指挥所 为达战党 按飞行方式 弹道导弹 太空单向飞行 以速度取胜 旋航导弹 贴地 舌形 机动飞行 以 诡异路径取胜 弹道导弹 这种导弹 通常以高速 研制预定的弹道轨迹飞行 例如 洲际弹道导弹 和导弹 防御系统中 使用的拦截导弹 为了获得高速度 导弹 首先要发射到外太空 大气层外 为真空 无阻力 导弹可以靠惯性 长途动力飞行 临近目标时 导弹重返大气层 凭其惯性和重力 速度提高到 甚至可达20公里每秒 直奔目标而去 弹道导弹 这样的工作方式 使其基本无天敌 克星 有效地应对办法 恐怕只有 消极地分散战略目标功能快 隐藏在大山里面 挖掘的深洞 巡航导弹 巡航导弹 是低空飞行的导弹 通常用于攻击地面目标 具有长时间的飞行时间 可以精确打击目标 该种导弹飞行速度较慢 原因是提前设定的 行迹诡异的贴地飞行路线 不但根据地面起伏 而垂直机动 而且还可以任意水平 蛇行机动 虽然速度上没有优势 但其运动轨迹 让对方难堪 因为贴地飞行 为达难以发现 因为机动飞行 几乎无法跟踪 瞄准 摧毁 巡航导弹 至今没有天地与克星 对其主动拦截的可能性 几乎为零 所以 声称击火一枚巡航导弹 可能是在吹牛 声称击火一批巡航导弹 肯定是在吹牛 也许有人会说 密集阵禁防系统 可有助于防御巡航导弹 这种观点很有创意 但密集阵属于点防护武器 几乎仅用于军舰 原因是 仅一两公里的射程 即使拦截成功 爆炸碎片也会在陆地 造成不可估量的刺生灾害 也许比击中目标损失更大 毕竟 目标应该有防护措施 仅够半分钟射击的弹药储备 对机动飞行目标 几乎只能听天由命 碰运气 此外 由于密集阵发射的弹药 基本将会全部落入自己的土地上 刺生灾害难以估量 所以 即使不属密集阵 也会远远地放在海边 旷野 突山 来玩守住带兔的游戏 这辈子能不能遇到巡航导弹 都是个未知数 反舰导弹 这些导弹 专门用于攻击海上目标 如敌舰 船 潜艇 无论用何种方式来发射 导弹将掠海飞行 不断校正方向 临近目标时转向 攻击敌舰吃水性以下的薄弱部位 造成一击致命 在上世纪 鹰阿玛岛战争中 法国造的飞鱼导弹 表现亮眼 如果供应充足 可能会改变历史 防空导弹 用于拦截和摧毁来袭的敌机 导弹 大型无人机等 大型防空导弹系统的作战原理 射击目标探测 敌我识别 导弹发射 跟踪制导 和效果评估等不周 单兵坚扛式防空导弹 一般有两名士兵配合进行 由于单兵导弹射成近 敌机瞬间即逝 所以单兵导弹 除了吓唬敌机飞行员 别的就没什么用了 能打中敌机 那纯属超级幸运 反坦克导弹 这种导弹 用于对付庄甲和堡垒目标 如坦克 庄甲车 钢铁 及钢机 混凝土地堡 该导弹的特点 是特制弹头 一旦击中目标 就会定死在那里 发出数以千度的高温 烧化 穿透目标庄甲 再进行二次爆破 目的试用高温 高宝 引发坦克内部 自身弹药的训报 从里面 把目标坦克 拆解成零部件 当下 熬战正撼的俄乌战争 特别是在初始阶段 俄军曾经大量使用了导弹 比如 弹道导弹 伊斯坎德尔战术导弹 巡航导弹 KH-5导弹 和安五四口径导弹 而乌克兰则使用了一些分家时继承下来的老式导弹 和些许北约提供的新锐导弹 进入消耗战后 导弹的使用就不再那么密集了 如今的世界 因为几乎无天敌存在 导弹可以横着走路 所以堪称导弹的时代 以后激光武器成熟了 就会成为导弹最致命的克星 因为激光使用光速照射目标 速度每秒30万公里 只要激光扫描到目标 立即激发 那么 目标就会瞬间烧成灰 不用考虑提前量 以及天气 风向 风速等 未来的世界 一旦激光武器大型起到 精巧到单兵武器 普及到防御网络 那么 雷达与火器的合二为一 激光武器必将成为反一切炮 什么明星飞机 坦克 导弹 统统秒变垃圾 假如明天激光成功 那么后天 所有的正义与非正义的战争 都会官宣终战 如果是那样 那么俄乌战争 就会成为人类历史上的 最后一次战争